说起日本,作为当代中国,以为是一个非常重大而现实的问题,我们没以小日本估计,其实日本三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地盘,并不算小,这要搁在欧洲,就堪成一个大国了,而其身在亚洲,周边大国环境,可以说宿命如此,也许上帝在制造它的时候,就给了他这样的命运,无论自个如何折腾,也难以影响而止。 是,如今这儿后经过多年发展,再次成为最发达国家,又是亚洲任何国家难以比拟的,如大家熟知的日本精密制造,电子设备,汽车等等,在世界上也是排在前列的,靠着科技实力,自不甘寂寞,在与外大国支持下,又开始变得不安的起来。 这些年没少折腾,中日多有局语,现在疑问,如果日本真变得和美国的地盘一样大,会如何呢? 如果比照现在的样子,举世心知肚明,它会变得非常危险,再次成为世界的战争策源地,恐怕早就成为美国的敌人。 美国也爱拿像今天这样支持它,我们知道,若非美国支持,它的战后也发展不了这么快,一次朝鲜战争,日本后后听不及,再次恢复了体力。 多少军国工业发展起来,以后美国又在冷战时期,为了对抗苏联需要,一步步放松了对其工业的牵制,政策一变,多所支持。 正然这样,才有了日本今天的发达,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,日本的三角之列,美国的日本定义,美国人是日本是从珍珠港袭击开始的。 所谓蛇咬一口,百年有痛,纵使日本右翼在怎么折腾,美国也不言语,又一如此,对美国有利,这就是他长期入兵的一个理由。 死不改悔吗? 举世没人说美国办的不对,就是在政治上始终操控,军事上长期不离不弃,要疯得疯,日子可以过,想要哭疯换语不成,发展至1985。 当日本要买下整个美国的时候,美国强迫去签下一纸广场协议,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,以至于今,日本不老实,美国局势加政治高压下,不得不低下头来,牛不河水墙按头,有你服不服。 凡是不利美国的政治人物,激励各种罪名绳之与法,曝光你的罪恶,憨战,有战家冷战,发了大财的日本。 飞速发展,到了上世纪90年代,就到了日本该拿出一点钱的时候了,为海湾战兵中的美军飞机和舰艇免费加油,再赶点三国与累活。 扫了运反潜,也是最危险的活,日本也实现了自己的梦,得以首次出兵海外,不能用了一些新武器,空空导弹的射程不得超过忠诚,为美军防空,给它寄送周四段舰,为美国海军实施掩护。 海军与空军,皆在美军作战体系下,六十三年间一直如此,照这样下去,再过一百年,日本也都不到独立。 有意思的是,幻影梦有之名,俄罗斯最懂日本,跳得高,就派老轰炸机慢悠悠的绕道巡航,日本空船的飞机就这么在后面跟着,要说是护航,有点讽刺。 十字,也差不多吧,有家游击相伴,一圈不够就两圈,直至过瘾,趁俄经济虚弱,索要北方四道,俄虚与威仪,口惠而知不至,激起日端夜心,一次次宣誓,拜告夺岛演习,常年累月夺岛,俄罗斯的态度很好,一架战略轰炸机,即刻办完一切事,国家太小,野心太大,完全不成比例。 做做全球大梦可以,有任何实际动作不成,日本也知道,来自战斗民族骨子里都蔑视,因此绝不敢轻举妄动,纵然时期再有力,充其量也只是大国的一个帮凶。 自己的解释,非常有耐心的狼逻辑,不遵守战后国际秩序,看似总在有与没有之间。 他明白一样是,美国绝不会为自己火中取宿,拉大气做虎皮,两家日日莫大动静高演习,完全没有用。 云丹风轻,一切笛定,难以摆脱大国操控,一条红线十分明确,有时喊两嗓子不济于事,都明白,这一条都换不过去。 所以俄罗斯有心情,就陪着他玩耍一下,心情不好就派出轰炸机飞一飞,来表达对某电视的态度和认知。 中国最明白,受害最大,不计前嫌,但不忘记,魂武大默想,这就够了,邻居搬不走,总得打交道,本着负责任的态度,妥善处理一切,一事一办,特事特办,生意照做,没有什么不可以。 所以,中日之间随中美关系,而阴晴不定,对于日本来讲,美国就是他如来佛的手心,慢慢能发咪吼,是真言,什么意思? 命过了一遍在劫难逃,这点中方之为明白,好,好不到哪里去,坏了,也坏不到哪里,一切都在掌控之中,冥冥之中似有定数与天数,只要很心发展自己,就可以, 没有的总要有,比如民用技术发展,所表现出的军事能力,军事自克反作用于民用,走去民融合的路,这就对了,不给也得给,不给只有在繁花四景的世界活活饿死, 只要价钱合适,连累死自己的脚锁也会双手奉上,中国开着大门,每天停前车水马楼,不丑没生意,只是在做下去多竞争,不像以前,挣钱就行,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,要向高端产业发力,今后终端,以下产业再想进来, 咱们就不似猴了,而此前汽车等还可以做,都成了终越斗法的层层码码,嘘,大定,再向前发展,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明天,天亮了,灿烂与美好只能属于自己,这是我们赢得的,给来一网吧,喜欢就关注吧,谢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观看